新市友善、无碍的公共运输、公共车船管理处 争取交通部104年和105年补助新台币1300多万 和县政府致筹2000多万新购6部公车 其中有两部低地板公车首度行驶 让澎湖往高陵友善城市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除了陆上运输提供更加舒适无碍的搭讯之外 在海上的运能方面,公共车船管理处所属的南海之星二号 于104年加入营运 平日担任马工、旺安、七美离岛乡亲运送 并是需求担任马工、旺安、七美、高雄运送台湾乡亲 以及旅客的任务 因为船只设计完善,内部设备新颖舒适 均获得乡亲以及旅客一致的赞赏与肯定 尤其船员近年来年轻化 更经过严格的教育训练 对旅客的服务无微不至 在在获得认同 在各项船舶内部的设备齐全 外在服务人员热情有理的各项优势及准备之下 由车船处南海之星二号交通船 参加交通部航港局 105年营运以服务绩效客船选拔 因参加评选单位是由全台湾所有公民营客船报名评选 角逐者多 评审标准有四大项 产账的设施与服务 旅客的服务品质与船员管理 运输工具的设备与安全 公司经营与管理 以及49项的评比 车船处南海二号交通船在竞争激烈之下 荣获机优殊荣 记者王海龙 陈淑慧 联合报道